这两天粉菜我都吃过沟嘞 豆芽吃起来酥青青的 蒜黄祭司 因为这个菜呢就是酒西上面 上去就凉上去就凉 大家好我是唐光散 今天呢咱们做蒜黄祭司 这祭司怎么切 全用鸡脖肉 咱们先切片 稍微加点腌 来点味精 抓拌 起面 放点水粉 一定要加水 是淀粉 锁住水分 稍微的放点油进去 这会儿都化的时候呢 它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了 你不管你是用蒜花酒花 或者是青菜 都可以 这个素鲜土菜 青几酒几 或者是这个蒜花拌一丝 全部干切成段 我感觉还是蒜花比较好吃 但是这个有小青菜 拌这个也像 切成长段 既然要做呢 咱们就做好看一点 再准备一个红酿 红酿司也切细点 为什么你在家里边 只要是花肉 或者是炒肉片 它就粘锅呢 咱们这锅一定要处理好 首先大火 咱们给我给炒热 少热以后 加入一小勺量油 少冒烟 少冒烟以后 来 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呢 咱们再加稍微一点量油 更少把这个 肉丝加进去 你看看 这它粘不粘锅 花嫩一点 基丝一定要花嫩一点 变色就行了 基丝收的很快 红油 这个基丝就得嫩 蒜花呢 咱们就直接用水烫就可以了 火力架水少开 咱们烫素菜的时候啊 开水下锅 蒜花和酒框呢 咱们烫的时间短一点啊 开锅 以后下去 也就六七秒的时间 都赶快倒出来 要不然就牢了 捅回 捅回 一定还要及时去过凉啊 要不然这个蒜花雾牢了 它就不脆了 没有口感 做凉拌菜 这个水 素菜的水 一定要把它挤干 而且不能挤烂了 要用长性的力 调味 咱们放点腌 腌拌菜 可以适当的 稍微放点味精 怕是中毒的 就不要给了 一定要先 把这个腌味精 给拌晕之后 放香油 香油多放一点 这拌出来好吃 好 然后上天 把干饭拿起来下碗 先把这个 几丝 再给放进碗底 对不对 这个蒜花 放在这个碗的上面 倒过来之后 它就变成下碗了 找个盘子扣上去 炒底 两分钟之后 咱们给它开来 放上浅荷的烘烤丝 撒面 稍微粒粒醋